最近呢,尔湾的房子一直都在涨,所以很多人呢就转向了这种入门级的小户型 今天呢是2022尔湾入门级小户型三连看的第二期 大家好,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Chris Liu 这个房子呢同样是一个跌拼,也就是楼下一户,楼上一户 这一户呢是在二楼 整个房子呢大概900多尺,两房两位,1984年的房子 60多万上市,84年的房子的特点呢是虽然比较老 但是呢它的低税的税率是很低的 而且呢这个户型同样是一个大平层 所以呢900多尺容纳两房两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也不显得拥挤,还是比较宽敞的 这种效果呢就是大平层带来的好处 缺点呢这个房子没有独立的车库,但是外面有两个车位 所以呢也比较便宜 而且社区同样是配游泳池等设施的 如果要定制这方面的房源呢可以单独联系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,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 这一期呢咱们就讲到这里,未完待续 咱们明天接着下一种类型 特一定是关注,继续写的观看